來關心臺北股市 臺北股市在今天是大漲了一百五十四點 臺積電功不可沒 我們來談談臺積電 大家一定還記得臺積電在農曆年前召開了一場法說會說的非常非常保守 他說第一季有可能衰退十四到十八個百分點 我們就嚇壞了不是嗎 問題是很怪喔 他的大客戶各個衰退都沒那麼嚴重 那為什麼臺積電會衰退那麼嚴重呢 如果他的客戶都不衰退或者衰退一點點 那臺積電為什麼會大衰退 我們接下來解謎 我們先來看新聞 他的大客戶是誰呢 超微 超微表現很好啊 他的財報是蠶食了英特爾的失戰 獲利還用於預期 不只他的超微很好 其他很多的客戶表現都不錯 比較令人擔心的應該是蘋果 問題是蘋果再遭再遭也不會衰退到十四Percent 蔡總 為什麼今天臺積電拉最後一盤 就是市場押注今天晚上超微在公布財報 跟財測之後股價會大漲 我們看一下 他公布了以後盤後是先漲個四Percent 那現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超微的這個等於盤前 還是大漲的三Percent 我們請看一下 超微跟英特爾號稱CPU雙雄 全世界就看這兩個 那跟英特爾不太一樣 英特爾去年的第四季的營收 是衰退了將近三成 但是超微 哇大家看了以後原來衰退 他對他沒有影響 整體的營收還是成長的16Percent 但是各項的業務強弱分明 最好的是資料中心雲端 雲端 年增了42Percent 但是PC很糟糕 年減了51Percent 遊戲也不好也減掉了7Percent 那蘇智峰說今年PC還是不好 會摔對10Percent 所以要小心今年這個做PC的 還是苦日子 但是說蘇智峰我說 我很有信心 把英特爾的一個市場 我把它吃下來 所以我本身超微還可以成長 當然DG是比較差 DG的話 大概營收 還是會年減的這個10Percent 問題是DG 我剛才講DG再差再差好了 他的營收估計是年減10個百分點 這是AMD 我們再往下來看 那另外一個大科目是蘋果 這個禮拜五要公佈財報 那大家就開始猜了 那蘋果會不會很慘呢 也有人說蘋果可能DG 會減少10趴 蘋果減10趴 有可能啦 AMD也減10趴 他現在自己做了猜測 那我們的台積電 卻說他們會減14到18個百分點 為什麼 我們啦 人家不怕太多 我們來揮起一下 台積電第一大客戶是Apple 佔了他台積電營收大概是25趴 第二名是聯華科 第三名就是超微 聯華科跟超微 大概都佔台積電營收五六趴 所以等於超微加上蘋果 就佔了台積電營收至少30趴 那剛才阿關講到了 是不是這個魏哲家劉德英 他們比較保守 先打個預防針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說我們台積電 你不要期待那麼高 我第一季的營收會季減十四到 這個有可能 因為魏哲家跟台積電 他們過去猜測通常都是保守保守 就他沒有那麼糟 但他要把他說的糟一點 一旦到時候公布出來財報沒那麼糟 那就是利多了 對啊 然後呢 所以我們進一步要看一下 禮拜五的蘋果財報 因為他佔了台積電營 二十五趴的營收 這個才是重點 那過去我們分析了很多的外資 比較保守的 我們今天來舉一個 比較樂觀的銳信 銳信認為說去年第四季 美元的下跌 美元的話去年一整年是大漲 但是第四季的時候就開始下跌 所以這個蘋果的這個業績的話 百分之六十是海外 就美國以外的地區 那因為美元下跌 那那些市場的貨幣就是什麼 升值了嘛 所以蘋果的收入會增加 這個論點是說 蘋果去年第四季的業績 應該會超過大家疫期 大家已經把疫期降低 但是那個降低之後會超過 那更重要是第一季 第一季的話 我們就講紅海的鄭州場 因為去年的疫情 在十一月的時候暴動 暴動以後就停工 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還可以生產嗎 那紅海就是賣去年這個 iPhone十四最熱賣的Pro Max 整體的iPhone十四賣得不好 但是Pro Max是賣得非常好 所以就沒有辦法攻擊 他們說 美國的消費者要拿到一支的iPhone十四 Promise等三十四天 等一個月 中國更慘 還要等三十六天 那我講的意思說 你本來的需求受到鄭州場的 這個暴動的影響 往後遞延 往後遞延到今年的第一季 所以瑞欣認為說 iPhone的代工備貨會上升到這個 季減只有兩趴 簡單來說呢 蘋果雖然會衰退 但不會那麼糟 AMD表現又超乎預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他的兩大客戶都表現不錯的話 台積電不太會像他所說的 那麼樣的保守 那麼樣的慘 那台積電為什麼這麼保守呢 一方面是為人家過去他們講話 通常都比較保守 另外一種可能有人這麼說了 有人這麼說了 台積電過去的習慣是 他會有一些隱藏版的營收 不願意一開始就告訴你 也就是說他有些不能說的隱藏版營收 會在他公佈財報的時候才顯現 對啊 台積電對外講說 我有這個蘋果 我有超微的訂單 這個都大聲可以講出來 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兩種的訂單 不好意思講 第一個 軍工的訂單 總不能想說 台積電幫這些國防工業在生產 這感覺好像形象有一點不太好 但是不要小看軍工訂單 軍工地方不少 我們先來看一個畫面 這是美國民間機構自己製作的 美國本土遭到外來的核武攻擊 攻擊什麼 紐約 開玩笑 紐約被核武攻擊 你看這個畫面 糟糕 但是我們說從這個角度的話 跟台積電有什麼關係 我們知道美國1963年 就禁止了在大氣層這個試驗 然後1996年的話 地下也不能核武的實驗 不能 你現在核子彈 到底你造成的影響 威力有多大 不可以在大氣層 不可以在地下試驗 那問題 美軍怎麼實驗 超級電腦 用超級電腦 輸入了大量的參數 開始模擬了以後 我這個核彈下去了以後 我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超級電腦 那這個背後 台積電的晶片 好 美國能源部 美國能源部就是找朝偉 我們一起來合作 那朝偉不就找我們嗎 那當然朝偉的訂單 所以這是隱藏版的訂單 這不行 還有一種隱藏版的訂單 比特大陸 因為出貨給比特大陸 現在也蠻敏感的 老實說 但是比特大陸 其實在海外的據點很多 海外的公司也很多 甚至他註冊在一些 你所不知道什麼薩摩亞 那個也很多 那到底台積電 有沒有出貨給比特大陸呢 這只能做不能說 對 其實2017年 你知道那時候比特幣 一度到那個 那時候的天價 兩萬美元的時候 比特大陸佔台積電的營收 高達10% 我們剛才講的超為5% 所以這也是不能說的訂單 不好講嘛 我感覺是投機嘛 對不對 這個不能講 但是最近四個禮拜 比特幣從一美 1.65萬 到現在的兩萬三美元的話 飆了40% 那當然現在挖比特幣的話 不是用顯卡 不能用顯卡 但是用那個ASIC ASIC的那個晶片 那ASIC的晶片 比如說創意 四星KY 生產的ASIC 然後來挖比特幣 誰生產 還是給台積電代工嘛 好 所以因為有這麼多的隱藏板訂單 所以台積電的營收 恐怕真正公布財報的時候 會比他在做財測 他在做法術會的時候 說得更樂觀 那麼股價後續怎麼期待 因為現在外資看到700 那當然這個700塊 我認為應該是比較中期的 就是到了第一季結束 然後訂入第二季的時候 假如他的營收 第一季的財報 優於預期 沒關係第二季到700 我也可以等 對對 我覺得時間比較長 但是我們看一下他的K線 我自己的看法 台積電因為在上個月 一月份已經漲了73塊 漲幅16% 這個幅度很大 以這麼大的公司 市值14兆 他可能會在最近 二月份 陷入了一個區間的整理 會先整理 我比較建議 上來的時候 大概560左右的話 短線的調節 但是500塊剛好是連線 那個應該破了就是買點 我不曉得 破500可以買 不曉得 560短線先調節一下 那這段時間會衝的半導體是誰 我們回答六公格 我們剛才講到草委 這些股票都是草委的概念股 但是草委剛才有說各個部門不一樣 比如說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就是資料中心很好 滑琴 滑琴做顯卡 那就遊戲 遊戲還是算退 所以你看 滑琴開盤的時候 大漲5%收盤的時候 沒什麼漲 這種的草委要注意 但是 有資料中心是OK的 上半年慢一點 下半年會跳起來 那欣欣跟藍電 AVF藍 就是用在了資料中心 超委的資料中心 那欣欣跟藍電 對 我覺得8046的藍電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電 8046 藍電的話 去年其實跌得很重 然後現在也被下修了這個需求 但是股價 因為這一段也老實講很反應的 而且重點 現在股價在這個地方 距離那個連線 很多電子股已經回到那個連線了 它距離那個連線 還一大段的弧度 我覺得這一種比較可以考慮